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思淘宝 每天我们的微信后台都有很多的朋友留言问一些问题 今天我也总结了几个大家在买保险的时候经常会问的问题 或者说一些常见的误区来一起来聊一下 第一个买保险的误区就是很多朋友觉得买保险一定要买大公司的 其实这种观点不是非常的准确 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 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 一般实力都非常的强大 很难出现说倒闭无法理赔的问题 即便说真的万一万一出现了保险公司倒闭的情况 按照咱们国家现行的保险法规定 也会指派有其他的保险公司来接手你的保单 这是国家明文规定的 另外我们买产品 其实应该主要关注保险产品本身 一方面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另一方面要看保和保费 而其实很多我们看上去的中型的小型的保险公司的产品的 更靠谱这个也不完全正确 因为这个保险的理赔看的是条款不是人情 什么情况能够理赔什么情况不能够理赔 合同里面写的清清楚楚 只要在保险责任的范围内就可以申请这样的理赔了 反倒是我听了很多这个因为这个亲戚朋友的推销 莫不开人情买了保险 结果发现这个不太合适 或者说退保时候出现损失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 因为这个保险产品还是很复杂的一个金融产品 我建议大家在想购买保险产品的时候 最好能找到一些更专业的这个保险规划师 或者说更专业的人士来帮你做这种更科学的规划 才能更合理的来配置你的保险产品 那第三个买保险的误区呢 就是有些朋友觉得这个保险啊 可以当做一个理财产品来赚这个利息 其实呢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买保险最重要的功能呢 是为了得到一份这个保障 在你生病的时候或者发生意外的时候 不会因为没钱而耽误了治病 虽然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这种理财性的保险啊 说你买了理财有一些保障 而且还能获得一些收益 但是这些保险的收益并不是很高 一般也有的是年化3%左右 很多其实咱们正常的理财产品的收益 都能轻松的跑进这些理财的型的保险 而这种理财型的保险 它保费是相对 这种纯保障型的保险是高很多的 其实你算一下这个总账来说 不是很划算 本期的保险 就是这种保险的保险 我们下期见了